韩国Loti集团负资比李宗瑞海银。当年长期虐完26岁女星张子言到无法正常走路,最后她受不了以死控诉。 你还记得当年在韩剧《花样男子》饰演恶人帮大借头的张子言吗?当年26岁的男韩女星张子言在自己走红个档在家上吊自杀,事后爆出她因不堪被逼陪睡过百次而上吊自杀,震惊娱乐圈。 于2009年自杀的张子言留下50封多达230页的遗书控诉自己在2005-2009年期间被经纪公司逼迫提供赔酒赔税服务,信中列有31对象。 他们全是韩国的政商名流,各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张子言在信里控诉了经纪公司老板强迫她陪酒赔税的行径。 她写道:"我只是软弱的心人,好想逃离这种痛苦的生活。 她还揭露了经纪公司强迫自己陪客户喝酒上床,稍有不从就遭经纪人偶打凌辱等圈内黑幕。 其中更是金剑乐天集团的父子盗会长辛格浩·辛东斌。 现年95岁的辛格浩当年已是八群老翁,辛东斌也已50多岁,两人年纪都足以当张子言的祖父辈,父子俩却被抱撞着权势联合共享张子言。 令人发指的是,遗书内容更是列有多个不人道行为,其中居然包括张子言一次是与四名男子同床。 即便是父母的忌日张子言还是要去陪睡,若反抗就会被金性经纪人偶打公开在酒会上勒令张子言做出不雅动作羞辱对方,如做大腿跳艳舞等。 另外传出这些有钱有事的人玩法非常变态,经纪公司设常金某和政药都会事先让他喝下自治的药水,长搞到张子言事后无法正常走路等。 这些人撞着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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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玩弄张子言,禽兽般行径震惊各界也让张子言受尽屈辱韩怨亲生。 遗书内容由张子言有人提供给韩国电视台在通过后者证实为张子言亲笔无误后曝光,遗书内容一经曝光便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批公众愤怒地表示要求警方重新调查张子言自杀案并公开信件中30多人的姓名。 张子言更是在心中吐露这些人,实在都是万恶无舍的恶魔,我列下了名单,必须报复到底。 同时也透露除自己之外,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其他女艺人也遭此强迫。 但矮于张子言事件的加害对象涉略甚广,各政商名流的大人物都牵涉其中,这让案件多年来都无法得到公平审判。 虽然当时引起韩国国会与韩国广播电影公演艺术人工会以及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等人的关注,分别先后对张子言自杀案作出表态表示虚探讨立法保障艺人权益并肃清钱规则这一歪风,同时杜绝奴役役合同等事件再次发生。 但事件至今已经接近9年,除了张子言所属经纪公司的金姓老板和刘姓经纪人于2014年因强迫张子言陪酒事实成立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已缓刑二年及社会服务160个小时之外,其他涉案人物并无受到对付。 张子言事件因受怀神秘土风气影响,直到2018年4月3日才因为20万网友联名得以重启。 韩国检察院相关部门已确定将重启张子言案,不仅会重新调查当年遗书名单上的涉案人士,彻查娱乐圈性贿赂内幕,也会调查曾经参与此案的警方和解方有关攻击人员,如有独职行为将绝不姑息。 根据韩国媒体2018年7月15日的报道,张子言的陪税案已经展开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而随着新郑与加入的差案人员越来越多,许多的证据直接表明这一事件的背后牵扯到了巨大的娱乐圈集团涉案。 这一次对案情的重新审查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涉案大佬已经多达30多名。 早期泄露的名单中除了乐天父子当新格号新东宾,还有朝鲜体育日报前设厂,朝鲜体育报设厂,副设厂,以及SBS控股公司CEO,SBS节目制作人,MBC与KBS等戏剧部的导播和相关人员。 消息指出,与张子言同个经纪公司的演员伊某曾揭开10年前张子言含冤自杀的内幕,吐露在经纪公司设厂的生日派对上目睹张子言被抢破坐在一名政治人的腿上,并将目睹事实告诉警方和检察官。 但事后他才指张子言事件遭政治势力压下去,因其中一名逼迫张子言在酒桌上跳舞的始作俑者赵熙谦老婆是一名检察,暗关。 而张子言就是在这次陪酒后决定自杀席间经受的欺凌可想而知。 另外,当年试图帮助张子言走出魔爪生活的朴姓男友更是被迫辞去工作远赴中国发展。 如今张子言案件再度受到重视,目前已有同门师妹闺蜜等相关证人出面爆料,希望能替张子言讨回公道。 但张子言案的公诉期将在8月4日到期是否能在一个月之内重新翻案,让正义获得伸张也是各界主目焦点,希望这次重案能像官方所说的还受害者公道严惩恶魔。